一会儿咱喝这个 怎么样 味道还行啊 我以为那双球鞋你早扔了呢 真是的 这想想啊 学校当年比赛 我都不敢去报名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一双合适的鞋 还好您给我买了一双 我这当时 好像花了你俩月的饭费了 是吧 还没够 你还找人家 子言借了一步 我知道这事 后来子言告诉你了 后来我有钱了 我要在心里发誓 以后主要是我喜欢的鞋 我都给她买了 但是就是这种回礼求鞋 在我心里做鬼 不删情了 咱们说正语吧 是不是苏黎让你来了 同事招来 我不想看着你们火坑里边跳 这我就奇怪了 就 你怎么知道他设个火坑呢 首先我不懂投资美矿 我想问问你 你懂吗 我不懂啊 那有人懂 跟我投资的人一块合作都懂你吗 你了解你的合作伙伴吗 我能不了解吗 我告诉你我不是脑子一颗 这事真的我好好找人调查过 这是一次千代难度的结果 我必须得抓住 这样我就能东山再起 台涛 我知道你渴望成功是要赚大钱 基于正名资源的价值 但越是这个时候 我希望你冷静一点 理性地分析和判断一下 尤其像这种同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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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跟着老父亲似的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 请你相信我行不行 我周海涛在生意圈里 也不是白混的吧 但还有些人 他不想看见我好 我告诉你 我还就跟他们交连接了 这框我必须开起来 别琢磨了 来吧 祝福我 祝我成功 祝福我